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的跳水公主 梁敏仪 哈啰 欢迎女神 平时只有在电视机上面看她 你知道跳水 然后近距离看 哇 这个身材真的是零坠肉耶 很健美 请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做运动 每天大概会花七到八个小时做运动 可是如果体能训练的话 就会一个星期三次 一堂课会两个小时 做运动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们找了敏仪来 当然是要给她增加一些挑战性啦 我们就来增加挑战性的运动 Let's go 10秒钟的时间 看你能不能记住这上面所有的物品 10秒 9 8 1 1 好 图片当中有些什么物品呢 蝴蝶 地球 剪刀 OK 三样 蝴蝶 地球 剪刀是对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敏仪一边做运动一边回答问题了 请问一个成人一天至少要摄取1800卡路里的热量 对还是错? 呃 错 对 因为女性每天要1800到1900的卡路里 男性要1980到2340 运动的最佳时机是早上对不对? 呃 错 为什么? 呃 感觉算干脆行 不适合运动 对对对 因为早上的时候呢容易爆发心脏病 傍晚的时候比较平稳比较适合做运动 好 耶 你可以下来了 也是一样看这个上面的图片 10秒钟的时间 然后看你能够记得多少样物品 时间到 来 乔车 车 苹果 狗 电视机 电视机 有飞机 哈哈哈 OK啦 比刚才进步了 进步了一个 因为其实有研究发现 如果运动10分钟之后呢 其实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了 真的啊 果然是有效 多一个 媒体喜欢叫敏仪呢 叫做跳水公主 除了因为她跳水国家队的身份之外 也因为她长相甜美 可是你刚刚看她在做运动 又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看到她的另外一面 就是 运动员那种刚毅的一面耶 尤其是身为女性运动员 你觉得25年来的生涯里面 回头看 你是不是有什么挑战 就是 我们不知道的 很多挑战就是 会受伤啊 然后还有一些 人生的挑战也是需要克服啊 还有很多啦 很多 其实很辛苦的当运动员 那在这25年来运动员里面 肯定有遇到过别人 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 或者别人觉得你 哎呀 不能啊 做不到的 那种时候你会怎么样 面对或者处理 我会 就是 尽量的 motivate自己啦 人家 人家觉得我不行的话 我要更加努力 让 让别人就是 prove them wrong 这样子 其实以前 还没有到运动员的时候 我是比较不爱运动 可是当我真的是职业运动员的时候 就觉得 其实运动会很好 对身体很好 而且会让我们的 mental 意志力会比较强啊 很多人可能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说 女生在运动领域上 其实很难长远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明依也25年了 应该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其实不会啊 我觉得很多女生运动员都是很强啊 像比如说 很多人都认为好像女生啊 不用那么辛苦啊 现在好像 现代社会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好像女生也是要 互相独立 也是要 有自己的视野 或者说 也有一些人有一种刻板印象 觉得说 做运动的女生 比较 就像男生一样 就是没有女人味 其实原来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也是不喜欢很粗鲁啊 练到很壮那种感觉 嗯 可是其实不会的 体能也是一个 一个trend这样子啊 嗯 然后其实会练到比较健康 然后会比较健康 会比较好看 更有自信 我每次都会在我的instagram 分享一些workout啊 所以我也是希望可以 inspire到其他更多的女生 会做运动 其实刚刚明依也是有提到讲说 呃 运动员其实可能会更专注 或者有一个目标 就会去达成 我觉得运动会让我们 更加discipline自己 人家很常问我就是 为什么你可以 练跳水练那么长时间 嗯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要 全力以赴 然后要坚持到底 好像我 读完Degree现在 我还是有继续读 Masters 所以我觉得 做运动 然后跳水这个方面 会让我更加认真 嗯 会不会觉得说 跳水这么难 我都克服了 其他的事情就 我会做不到这样子 对 就觉得没有那么难 观安主播什么事 今天感谢明依的分享 各位女孩们 真的不要再偷懒了 赶快把运动加入你的生活里 一起来当One Double C 美丽和自信 自己掌握 嗯 好 好